3D Switch如果你需要外部的模型 其實你可以從這邊把它載入進來 像這個就是人家做好的 可是它做的是實心的 所以我就把這個地方拿進來之後再來敲敲敲 那你上次如果你上次有來 我們不是有那個影片 他們就是到這個網站 新Giver這一個 它上面其實就有很多模型 給大家做什麼 3D列印用的 所以你就可以點進去去找找 上面你可以用關鍵字可以找 那就可以把這樣這些檔案列印下來 把它下載下來 那我下載之後我才到裡面去把它敲敲敲 所以這個是別人做好的 別人做好的 那有沒有 這裡有完成的 所以呢比較特殊就在於說 如果你要做出來 因為像我是做成可以動的 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所以我在這邊我都有留縫 都有留縫 那這裡就是要做關節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有像這樣子把它匯進來的 挖空的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當你要做比較複雜模型的時候 一定要會就是那個 SYE這種透視的齁 就是切割走 這樣子你要做的時候就會方便很多 也有時候你要轉太多 要敲很多 雖然很會敲 但這樣花時間 而且容易敲錯 有沒有 我就很不客氣 我就把它整個敲掉 裡面就是中鋒的 這樣了解了 這樣了解了 我會很認真寫這個文章 因為我要把步驟消再清楚 所以 那 軸承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用這個 這是先敲一個外形 可是軸承 你就要注意很多啦 其實 像這個影片 我有錄好幾次 就是因為 要找 比較適合各位使用的 所以我會試了很多方法 像這裡 有沒有 就是這樣 很快就把它敲掉了 但是你要注意喔 如果我在這邊 直接這樣子 重點來了 如果你就直接這樣子 情況會有什麼 情形產生 就四個角落都弄 弄掉的話 會怎麼樣 立印完馬上就掉下來了 對不對 所以說我就需要怎麼樣 去再把那個 旁邊長出來 這邊要凹進去 這邊要長出來 所以我會調比較細 我就把 那邊 調掉 一直敲掉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空了 然後待會呢 再從裡面再長出來 用補的 可是補的這一支 要比剛剛的那個洞 再小一點點 這樣你們就補出來 可是你不能太小啦 你太細的話 它的支撐力道就比較夠 好 所以 像這樣子 另外一邊一樣 像這樣我在敲 我就不用怕說會敲 太多或太少 我就慢慢的就可以把它敲穿掉 你也可以這樣敲的時候 保留下來也可以 然後再把它延伸出去 都OK 那最後 其實這個是跟3D列印有關係 因為怎麼樣 如果說 我們 像剛剛那樣子 我裡面已經挖掉了 然後上面是一個門 所以3D列印的時候 列印的時候就掉下來 因為裡面是中空的 所以我們就需要 雖然軟體也可以幫我們做支撐 但是有時候軟體支撐太多的時候 我就會搭配自己手動 建立一些支撐 好像我們蓋房子 不是有陰架一樣嗎 跟它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我在這個裡面 我就把一些柱子打進去 這樣3D列的時候下面就有支柱 但是又不會太多 這樣我要拆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這個是後來我發現這邊敲太多了 好 這樣子弄好了 印完就會像這樣子 印完我把它打開 然後裡面那些小的柱子 我就把它清掉 有沒有 印完了之後它本身就可以動 因為裡面支柱 有沒有一些 你知道 你就用鉗子來再把它 稍微弄掉就好 這樣知道那個概念了 這是讓大家稍微比較清楚一點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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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